哈囉大家好我是曲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台灣人為什麼不想被大陸統一 我相信應該有不少大陸網友 都問過台灣人類似的問題 然後台灣人最常回答的大概就是 台灣是民主制度 我們有言論自由啊 我們可以投票之類的 然後通常大陸人就會說 那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們的民主只不過是一個假象 你們還不是被藍綠這兩大黨控制 而且說要投票這種東西 我們也有狼人殺啊 其實台灣的民主之路 真的是一段很艱辛又漫長的過程 1949年國民政府失去對大陸地區的統治權 並撤退到台灣之後 同年的5月20日 台灣就開始實施所謂的軍事戒嚴 一共長達38年又56天 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正式解嚴 台灣開始解除黨禁報禁等 但是台灣真正有民主這個鬼東西 是在1991年5月1日 動員開斷時期臨時條款被廢除之後 我們才真正嘗到民主的果實 直到1996年3月才有第一個民選總統的誕生 距今也不過才短短的23年 但不管是民主體系還是專制體系 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情 沒有一種體系是完全零缺點的 就拿民主體系來說 雖然人民有權力可以投票給自己喜歡的政治人物 藉此來為自己發聲 但也因為別人同樣也有權力投票給另外一個 可能和你喜歡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理念的人 也就是不同的政黨會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聲音 而懂得思考的人應該都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沒有一樣政策可以滿足所有人 一個再好的政策還是法案 最多也只能滿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但可惜的是在民主體系當中 常常也會發生為了滿足少部分的人 而犧牲掉大部分人權益的政策 像是年金改革、道路拓寬、被死等上百種事情一樣 當今天每個人都有權力可以爭取屬於自己的利益的時候 那麼一件簡單的事情就會變得很複雜 而專制體系雖然看起來比較沒有這些問題 但相對的他們的領導者和團隊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者能夠不貪污、不耐用自己的權利 並且處處都站在大部分人民的角度去想 那麼這個國家就會興盛 如果領導者整天花天酒地不務正夜 那麼人民就準備吃土 就是那麼簡單的道理 但是一個再好的領導者也會變老 他也有需要包成人紙尿褲的那一天 誰又能保證下一個領導者能夠堅守一樣的信念呢 這也是專制體系最大的問題之一 那以上講的這些呢 跟這次的主題其實一點鳥關係都沒有 我這次是真的想讓大陸人知道 為什麼台灣會不想被大陸統一而已 雖然有很多大陸人都說 我們台灣只是假民主 所謂的投票只不過是在好幾團垃圾堆當中 選一個比較沒有那麼臭的就這樣子 但就算沒有那麼臭 垃圾終究也還是一個垃圾 這點我並不否認 但其實台灣人最在乎的東西還是 自由 廣義上來說呢 我們比大陸人民多出了五種自由 分別是新聞自由網路自由 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還有人身自由 簡單來說在新聞自由度方面 大陸地區的人可以擁有百分之百轉台的自由 但不管你再怎麼轉都是CCTV吃到飽 所有的節目都要經過黨的審查 只要你講錯話不只節目會被關掉 很有可能你的維生系統也會順便被關掉 網路自由度方面雖然大陸近年來有嚴格的網域限制 比如說你不能上臉書、谷歌、油管、Twitter、IG、LINE、Tumblr等 還有像是宗教網站、人權團體網站 或是其他國家的新聞或政黨網站之類的 但事實上你還是可以大膽地使用這些翻牆軟體 基本上政府也懶得抓你 簡單來說就是我讓你們可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是如果你想把這些所謂非共產主義的思想帶回家 向大家散播歡樂、散播愛 那政府就有權力可以把這些東西給刪除 但如果你還是屢勸不聽 那政府就會找機會把你給刪除 再來要講的就是出版自由 在大陸除了出版書之前要先進入審查之外 另外還有很多書你在大陸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俗稱的禁書 像是有關六四、反共產黨的書籍等 就連很多報章雜誌也不能入境中國 像是法輪功的大紀元時報 香港的一周刊、水果日報等 至於言論自由方面 其實私底下跟我們不會差太多 只要你不要白目到在網路或是大街上等公開場合 講一些中國政府聽到會不開心的事就好 例如在街上大聲說出 我愛維尼熊 這樣做就很容易被列入黑名單 最後一個就是人身自由 在大陸你想要出國 還要看政府同不同意你去那個國家 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 今天一條法令頒布下來 你跟公司請了假可能就白請了 而且在大陸街頭的監視器 除了可以防範罪犯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功能 就是可以監控人民 這樣講錯話的人比較好抓到 那以上這些就是兩岸對自由的認知差異 因為普遍的大陸人並不認為這樣算是不自由 因為你們早就已經習慣了 但對於已經自由到接近無上限的台灣人來說 這是我們最不想失去的東西 因為在台灣除非你做監犯科 圍害到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等 那不然你真的很難被消失 很多大陸人都以為台灣只不過是美國的一條狗 有美國在我們後面撐腰我們才敢那麼囂張 但事實上台灣還真的是美國的一條狗 但你要搞清楚我們是被逼的好嗎 你以為美國賣給我們那些爛武器爛牛肉 當作是在繳保護費 我們都不會生氣嗎 我們可是氣得要死好嗎 但我們也沒得選啊 只能在自由與非自由當中二選一 大陸這幾年的經濟起飛 很多人的平均薪水都比台灣還要高 我們不是瞎子好嗎 你們的二線城市就比我們台北還要進步很多 我們也都知道 但我們唯一在乎的真的就只有所謂的自由而已 如果真的那麼想統一 麻煩請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前提之下 那看到這邊可能很多大陸人會說 你們所謂的自由說穿了 只不過就是可以公開罵黨嘛 罵領導人啊 這樣你們也爽喔 這點我必須要告訴你們 確實真的還滿爽的 畢竟我們改變不了大環境 讓我們罵一罵發洩一下也好 就像很多大陸人會翻牆出來在我的頻道底下留言 幹狗中國政府這是一樣的道理 你們總不能因為自己沒有自由 所以就拼了老命去有自由的國家 然後去限制別人的自由吧 那最後還是一句老話 兩岸所接受的教育思想 雖然有很大的落差 但是在網路上留言罵人啊 做人生攻擊啊 問候他人老母 其實只會凸顯哪邊的教育比較沒有文化而已 說到這邊你們知道哪一國人 最不喜歡在兩岸話題上留言嗎 答案就是馬來西亞人啊 他們以前雖然也是使用繁體字 但是後來在1983年改成 使用簡體字來做為標準華語 不過就跟大部分的兩岸人民一樣 他們繁體、簡體都看得懂 但尷尬的地方就在於 他們如果使用繁體字留言 就會被大陸人砲桌是死台獨狗 如果用簡體字留言 就會被台灣人砲桌是五毛狗 可以麻煩請各位不要再霸凌大馬的華人好嗎 他們也是很想發表自己的意見的 麻煩請給大家留一個乾淨的發表空間 謝謝大家 這次的一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柔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哦 橘柔碎碎唸 我們下次... 見